上班日一个下午 接连接见三组访问团 立法院长韩国瑜行程满党 凭外交 也确定出任二轨外交的 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只改组日期 日前才说再等韩国瑜通知 没想到民主基金会 定出4月10号召开董事会 原来是28号先口头致电 给韩办跟董监事 但有董事不满 认为要提供书面资料 隔天寄出电子档 直到30号上午才收到 让韩办被杀的措手不及 韩国瑜可能必须要 坚守他的提名权 而其他的董事必须力战群雄 如果让民进党 这样硬拗的方式而得逞的话 这事实上是完全破坏 民主基金会的规矩 因为韩国瑜表态 要由政大外交系教授 陆叶忠担任执行长 等同喊话要跟他同进同退 卡卢就等于是卡韩 毕竟摊开董事名单 蓝绿席次5比8 民进党有过半优势 不过根据章程 执行长是董事长提名 在经由董事会来通过 等同双方都拿上方保健 民进党不排除自推人选 国民党也要能够尊重惯例 让执行长的人选 能够尊重总统 去落实总统 跟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面的方针 意思就是这多位接触管道 如果任何疏失 谁能够负责 但蓝绿工房的还有4月1号 在司法委员会排审 国民党团主推的国会改革无法 而在国会听证调查权 已经藐视国会罪 民进党质疑根本是扩权修法 国会改革最后防线 双方都搬出宪法 站稳脚步 TVBS新闻同学年轩 台北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